430国际不打小孩日 保护小孩人人有责 由于儿虐案成出不穷 除了蓄意伤害孩童之外 更多的是父母亲情绪失控 误伤小孩 因此在430国际不打小孩日的倡议之下 人本基金会希望呼吁爸爸妈妈们 逐渐放下原本举起的双手 让孩子不会成为父母亲情绪的牺牲者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 打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这样罚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往往悲剧就发生在以为这样没关系 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打骂成一种习惯 之后就酿成了悲剧 现在很多父母亲都知道 要以爱的教育取代打骂教育 但是往往在孩子有情绪时 父母亲因为压力理智断线导致悲剧 不管在任何城市任何地方 非常多的家长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 那等到那快要崩溃时间点的时候 他们都想要不打小孩 可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在于父母他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情绪 或他的一个教养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作为父母 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跟责任 人本基金会倡议与孩子立约的行动 除了父母亲之外 也希望诱托机构加入 为孩子确保安全的成长环境 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是由一些相关机构 不管是幼稚园所或是托育机构 他们能够来加入我们与孩子立约的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要立约不依赖打骂 这份约定虽然不具法律效力 但更深远的意义是大人守护孩子的承诺 孩子是大人的希望 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因为父母亲的教育 与环境造成阴影与偏差 身为大人怎么能够规避责任 人间卫视陈信宋一珍台北采访报道